平日下午车潮众多 有时又在三重折楼道必经之路 在这开店特别醒目 会在三重三二路上的这间三角窗店面 原本是由酒商承租 不过现在不当租客了 自己花一点二元改当房东 店员忙着补货 望远过去一层楼店面 占地超过百平 项目桶杨酒在地经营二十八年 如今化租金为资产 等于省下每年约三百六十万元的租金 这间一二十年有了 我住三重啊 交流到下来顺路啊 大概一个月来三四次吧 以这个交通数据的位置应该算是吧 毕竟他是在交流到下来的 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会看到的路口 广告效率 而且他的知名度也会大增 因为车潮很多 将来他的增值性 因为现在周边的一楼店面 有的甚至开到一百五两百万 所以他买的那个价钱其实不贵 事实上项目桶全台有超过半数门市 都是自有 不过以三重店来说 网络客就占了六成 从租客变成屋主的还有他 为在士林商圈的垫脚石 看传改建效益 去年十一月也大手笔买下四层楼老透天 另外中正区板桥区 就连新庄都有诊所银行 看好地段花中金买下限制 当自己的主人 店面买下来自用 一方面可以阻绝未来租金不断上涨的风险 另一方面也可以化租金 则支出转化为资产 在永六高涨的时代 自己当屋主 不只能避免房东涨租 收获房产还能有增值空间 一举两得 三十元区块刘富茨新北报道